好 这奶粉会不会降价呢 因为台纽经济合作协定 在12月1号已经生效了 纽西兰的奶粉 还有苹果等近9000项的产品 是立即享有台湾免关税的优惠 但是国内的进口商 却纷纷是以成本增加为由 拒绝调降纽西兰的商品 所以像是纽西兰的奶粉 暂时不会降价 而奇异果更少等到第三年 才有可能会降价 财政部长张慎和就无奈地表示 这只能道德劝说进口商 台纽经济合作协定 2013年12月1号生效 从纽西兰进口的8928项产品 立即可以解关税 苹果奶油奶粉更是免关税 但是进口商以成本偏高为由 拒绝调降 因为乳原的不足跟生产成本的增加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调降的一个计划 大卖场中号称奶原 取自纽西兰的包括安宜 柯宁 锋利富 雀巢和桂格高铁 高盖奶粉等等多种品牌 我们只见促销 但不见常态性的调降 奶粉的部分 只能说在促销的部分 我们会有更多的油会提供给消费者 此外纽西兰的奇异果 牛肉 牛杂 也都逐年调降到零关税 为何不降呢 一定是关税一旦降的话 就是一旦一定要把那个 降的关税去回馈到消费者 立委今天也针对这个议题 直询财政部长 所以那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 就是 就是道德劝说了 台纽经济协定 它不能够确实降物价的话 那我觉得福茂可能没有办法签 那第二个呢 我也不排除要发动在立法院 我们来这个废掉 这个台纽经济协定 以奶粉为例 目前中国奶粉的需求量非常大 挤压了台湾的市场 因为大陆它需求量很大 那其实纽西兰很多 他们就销了大陆去 那所以它在价钱上 因为这种供需失调的状况下 所以说它在奶粉的这个来源源头的话 它的等于说价钱就会比较高 政府只能道德劝说 逼迫民众用行动反应